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购语言 好久没有做购语言的基础语法的教学视频了 今天咱就做一期好不好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If else逻辑判断 不管您学哪种语言 If else都必不可少 购语言有它自己的写法 咱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吧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If else逻辑判断的写法 其实非常的简单 咱们今天的视频三分钟结束 马上开始 一上来package包没说的 input没说的 然后这是咱们的主函数 一上来定一个得分 这个得分咱们是记声名变量 同时复制一个初始值 这是简单的写法对不对 正好最近NBA开赛 所以说我是一边看NBA 一边咱们再做一个NBA的球星级别的判断 好不好 好咱们看 咱们这是一个得分对吧 30分 那么咱们看 如果用到咱们今天的语法了 如果得分 比如说库里对吧 你大于30分 我就认为你是NBA级别 对吧 库里对吧 詹姆斯哈登 对吧 利拉德 尤其利拉德最近发挥的非常好 对吧 他们说是NBA级别 如果大家请看 如果你不大于30 对吧 29以下 对吧 那怎么办 会走这个else if 大家注意 在这个go里面 它else if 中间还有加个空格 非常的不方便 这是我不喜欢的 这是无谓的增加代码量 咱们一般咱们写 Python怎么写 咱们不这么写吗 对吧 所以说我非常喜欢 Python的写法 但是没办法 咱们学个语言 个语言 这就是怎么说呢 非常的怎么说呢 标心的意 对吧 就和别人不一样 对不对 好 咱们先少去 如果你不大于等于30 那咱就走这个 如果你大于等于20呢 咱们看过NBA朋友都知道 厂均超过20分 那绝对是球星级别 对不对 像这个快船的 快船的那两位球星 对吧 我就不说了 因为有好朋友不太喜欢 好 接下来 如果你要是小于20 对吧 那么再判断 否则如果您的得分 大于10分 一般在NBA当中 大于10分 你绝对就是首发球员 对吧 跑不了的 OK 然后呢 如果上个条件都不满足 走这Alice 否则 酱油球员 说你呢 对吧 OK 就成段简单的逻辑 咱们马上运行 好 开始 我这建一个购文件 不知道这个Google的collab里面 能不能运行go啊 应该不能 建一个man.go 没问题 拷贝上咱们今天的代码 拷贝过来 因为咱们现在默认是30分 所以说屏幕上应该显示 NVP级别 对吧 我看这报什么错 不管 清评 go runman 对吧 这是咱们通常语法吗 MVP级别 没问题吧 OK 咱们编辑一下 然后比如说 厂军得分15分 比如说八寸垒 是吧 八寸垒 我看这报什么错 这是 Nano的问题 Nano崩溃了 不管 CtrlL清评 然后 go运行 没问题吧 18球员 EF-Lz语法 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注意的地方是 go远写法跟别人不一样 它需要EF-Lz 空格 EF 它需要这么写 所以说咱们朋友 注意一下这个语法就可以了 不是很难 其实在咱们真正编程中 EF-Lz用的 当然也很多 其实用的更多的是 Switch语法 Switch语法 咱们下期给您播讲 OK 今天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趣的朋友呢 您下载参照吧 您不用下载 您直接敲两下就能够出来 今天代码真是太简单了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给您分享的 go远中 如何使用EF-Lz的写法 希望呢 您能够掌握 这是基础中的基础 好不好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接下来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